三阵他们的初期一定要经历的就是一个制装的磨合和调试 有过63次的中超出掌 这球给的漂亮 王敏杰 要自己来了 角度比较小 这边还能追上 能追上 一打一的机会 中间还有三个点包抄 看怎么处理 对方防守非常有经验 直接起高球 漂亮 往前给爱的命 小伙子躲了一下 这球踢这一招就没必要了吧 这个动作非常的不理想 黄超人意思可能说 说我踢的时候我没看见他 但是像是故意的吗 还是真的是无意去做出的一个数 这个应该是故意的 左边的脚球 落点应该是找了后点 又找到了脚下了 这个也找不了了 向回给位队友做桥 好桥 天罗 这属于上来这几步 跑的不点 发的力量是很足很足的 脚步也很好 我们还是聊回到比赛当中 张晓斌 左边的工章绕一下 随着比赛深入的话 现在踢得熟一点了 艾特米尔森 自己打 好球 球进了 数点多了 30分钟的时间 这个球 我觉得把甲智所说的 90分钟做好 80分钟 这本身我们可以看 前面其实几次转移 甲智 感觉已经有点苗头了 从张晓斌到徐浩阳 两个人拿球的时候 北里公队员就有点 徐浩阳又来了 赵丧一飞是他的位置 球还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转过身来 漂亮 再来 门将扑了一下 在这个中甲联赛赛场上 桑一飞这一套操作 假设到 这是在巴西的海滩上 对 他在玩这么一出 他就有点 就是咱们北京野球场上的 这种老球游子 我们话音未落 点球来了 今年张晓联赛在这种点球上的判罚了 我们来看一看 看这球 摆了一个左脚打姿势 绕到右脚打的位置上 被扑住了 自己补 再补进了 这一顿复杂的操作 太不应该了 北里公这个球 没命中 看门通过 打完之后 说实话 反应快也没办法 他弹他这个位置 又是一样 老婆来了 直接给桑一飞 桑一飞进入射程 打了 肯定是个 不是说主力的问题 它是个核心 可能是 给桑一飞停留 还得再转个圈 一打一攻 打了 队员 心理上都是一种打击 大家伙 三四四五个人 赶快来防防防防防 咬牙切齿的 艰难的 终于 但是就怕 这比赛时间进行到越来越靠后 所谓的空间 已经不是一名队员的一些 接船跑就能够拉开 像这样的空间 五环三阵进攻当中全是 一打一来了 桑一飞 直接打 还是半步 一点五步 三步上篮 变一点五步 三比零 桑一飞 烦死了一项 这家伙踢球怎么这样 我们来看看 停 一步一步走 防守咬牙的耿军翼 他防守动作都还没做出来 最后伸出的无助的左脚 也就像是摆设一样 区域的站位 转向了前点 有机会 有没有 这球 看看 这球吹的是李祥宇 这球应该算劲了 扳回一球 我们来看这球 球速很快 到前点 这球是贾德松 好心办了坏事 他这 基本功不到位 体能到这个时间节点 球就传丢了 这球主菜完 或者是想全场比赛结束的时候